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無意外林鄭會在明天公佈她的內閣 她的班底名單 公佈的前夕她今天接受新華社訪問 這個訪問很厲害 這個訪問我形容為全面向極左強硬路線跪低的訪問 怎麼這麼說呢 這個訪問是一個表忠心的訪問 是一個表態的訪問 主要的訪問是環繞著香港出現所謂的獨立言論 或者是行為 她說港獨在香港是完全沒有出路的 第一國兩制的初心和原意就是包含了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香港的回歸是有利於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 說到這裡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以下這一段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從來沒有覺得 港獨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案 就行了 這個是偽命題這個是假議題 絕大部分都沒有覺得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案 不過話風一轉她就說 未來特區政府將嚴格依法辦事 所有港獨的行為都是違反本地法律 我們必須嚴格執法 什麼叫港獨行為呢 這個真是很值得討論 跟著她說 特區政府是會做好教育工作的 要向社會大眾說明 港獨對香港繁榮的穩定危害性 不能夠被港獨在香港傳播 尤其是杜絕 港獨對青少年兒童的侵害 什麼叫港獨行為 什麼叫做要嚴格執法 為什麼她說所有港獨行為都是違反本地法律 我們必須嚴格執法 第一 什麼叫做港獨行為 怎樣界定 例如 這個香港民族黨 會在這個主權移交 即是回歸 7月1號的前夕 6月30號就會去搞一個集會 即是說覺得香港不是回歸 香港是淪陷 香港是需要獨立 這個是行為 還是言論自由的範圍 怎樣界定 這個是很重要的 即是說我討論港獨 我主張港獨 如果是這個 留在寫文章的層次 在Facebook 雖然我是絕對覺得愚蠢的 這班見本鑽視 完全是沒有意義的 在自己打口 打嘴炮 在耍嘴皮 但是 被人討論一下 發洩一下 講一下 那些愚蠢的言論 講完之後 他認為打完 覺得自己是做了 又有何不可呢 是不是 什麼叫行為呢 怎樣界定 這個其實跟23條立法很有關係 當初23條立法 為什麼引起這麼大的反響 就是 究竟我是思想犯罪 言論犯罪 以言入罪 還是我去到行為的層次 然後才犯罪 無論是顛覆分裂 無論是叛亂都好 是不是要去到行為的層次 然後才犯罪呢 他現在說法 說法就是 所有港獨的行為 都是違反本地法律 我們必須嚴格執法 究竟 如何界定港獨行為 這個第一件事 我們需要講清楚 第二件事 他就說 不能夠被港獨 在香港散播 尤其是青少年的侵害 他就說 香港情懷和國家觀念 是完全沒有衝突的 我們既可以多讓孩子 了解香港的歷史文化 政治社會發展 同時也必須讓他們有國民身份的認同 在幼兒園的階段 就應該開始培養 我是中國人的概念 在鍾小學的階段 林鄭提出 未來已經將中國歷史 立入初中的必修科目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響應得到 現在大陸這些 極左的民族主義路線的一種想法 當你說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的時候 但是你看到很多高幹 越來越高級的幹部 衛家越高級 去到這個國家 黨國級的幹部 他的子女 全部都送到外國 香港的A號 都是香港的高官 都送到外國 香港的高官都送到外國 香港的高官都送到外國 為了別人的教育制度 比香港好 口不對心地送到外國 大陸的高官不是 不是這麼簡單 而是送了子女去外國 買了豪宅 然後永遠不會回來 原因就是 他會擁有大筆 在國家轉移出去的財富 因為那個地方是可以保護私有產權的 中國大陸一旦被揭發 那些錢就會被充公 我是中國人這個概念 至少就灌輸 那其實意義在哪裡呢 究竟用什麼方法來灌輸呢 就是用這個所謂的 變相的國民教育去灌輸 一直都說 對於這個紅旗 五星紅旗 看著他升旗的時候就會哭 就會流眼淚 心情很激動 還是用什麼呢 這種方式其實是鼓勵 鼓勵學生 說謊 為什麼呢 鼓勵學生是口不對心 為什麼呢 口說我以中國人為榮 我是中國人 我以中國人是驕傲 但是身體很誠實 身體可能就是說 我希望將來都不會留在香港 我希望向外發展 我希望入外國籍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高官也是這樣 香港高官也是這樣 大陸的高官也是這樣 他的子女全部送手去外國 口就說我以中國人為榮 口就說我愛國 但是子女送手去外國 資產主源送手去外國 那你究竟愛哪個國家呢 所以這個就是鼓勵 謊言的一種教育 我比較關心的 你愛不愛國 其實老實實 你個人的事 我經常說愛國是這個 就是流氓地蹲最後的這個 庇護所 我一直都是這樣說的 很多人以民族主義 國族主義 借口去迫害人 但這件事 我不去討論 我討論的問題就是 什麼的 言行 什麼的行為 然後才叫做 港獨 要嚴格對他們執法 將來的法律是怎樣立 我說為什麼林鄭全面跪下呢 其實有兩樣東西 他在選舉的時候 或者選舉之後 他是強調的 選舉的時候 他跟曾聚華最大的分析是什麼呢 他說政改不要重啟 因為爭押不絕 對今天他沒有改 第二 二十三條立法 他氣氛不對 他沒有想著做 沒有想著做 但是二十三條立法呢 最近林鄭即將正式成為特首呢 嘩 那些極早安事 陳在爾 張曉明 總之你說得周南 說得哪個 香港 這個政策的高官 全部都去 講二十三條立法 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在哪裡 林鄭在這個問題上面 不得不跪下 看來他在任內 他沒有辦法 他一定會就這個二十三條立法 一定會有大的動作 第二樣東西 第一 還記不記得 他接受這個電台訪問的時候 應該是接受曾玉成 在這個 有線 這個回歸二十年的特策訪問的時候 講到 也都講到這個港獨的問題 只不過一小撮的問題 人提出完全不切實際 是完全沒有可能實現的 大概是 就是幻想的意思 而他認為是未到一個思潮 這個概念 既然是未到思潮 你嫌什麼情 什麼的行為 然後才是觸犯法律 屠野起很大的爭論 所以你看到 林鄭希望在上任之後 伸出橄欖枝 大和解 將焦點集中在民生的政策 經濟的政策 房子的政策 社會福利的政策 但是 有一股很強大的勢力在後面 不容許你這樣做 不容許你伸出橄欖枝 不容許你大和解 強硬路線 繼續要執行 這條就是梁正英的路線 為何要林鄭到今天 全面跪低 要提出要打港獨 其實就是向這條強硬路線靠攏 她不做這件事 可能她的位置坐得不穩 所以我們對林鄭 不要心存幻想 大家跌心水 跌心水做什麼 自己想吧 你覺得應該做什麼 就做什麼